PS会员涨价了 我们该怎么办 到底买不买 我分析一下有几种情况 第一老玩家 二档库里的游戏 喜欢的基本上都玩过了 可以不续费 其实现在他们估计也不会买二档库 甚至如果不玩线上模式 一档会员都不允许 第二种情况 新玩家 建议买一个月到一年都可以 一个普通的3A游戏 PS5版的价格是70美元 一年的二档会员 价格也就比它贵一丢丢 只要在这一年里通关两到三款游戏 那也就值回票价了 另外这一年 你还能体验到PS5主机的魅力 即便是涨价 我认为也是很值得 对于刚接触PS主机的玩家来说 第三种情况 像我这样的 我的PS二档会员充了两年了 一个通关的都没有 我买了很多游戏 光盘版 数字版 甚至还有几个是首发的 买了一大堆 但是一个通关的都没有 都只玩了个开头 甚至Xbox Switch的会员 我也都开了 三个会员 三个硬件 结果一个通关的都没有 也只是简单的体验了一下 我觉得像我这种情况 在决定 需不需费PS二档会员之前 最好先自我检讨一下 是想体验游戏本身 还是想占有游戏 还有一种情况 如果你最近才买的PS五是新玩家 可以在9月6号之前买一年的二档会员 相当于直接打了个七折 如果你是9月6号以后才入手PS的新玩家 可以买一个月或者三个月的会员 因为这个短期的二档会员没涨价 可以先玩起来 等到黑色星期五 也就是11月底的时候 赶上折扣 再续一年 那么看视频的各位 你们属于那种情况 你们准备怎么做呢 欢迎写到评论区